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魔靈爬塔系列 那今天我們要來繼續爬玩這個 地獄塔的第七樓跟第八樓 那我這個月因為時間不多了 我就以二十星為目標啦 那這個第七層是這個三星通關條件 有點麻煩是這個 免疫所有的技能冷卻效果 還有這個以及受到傷害的話 就會立刻增加百分之十五%的攻擊條 那我這邊使用的就是直接一星通關 有過就好 那當然這邊也可以稍微Hardcore一點點 可以選擇受到傷害就會增加百分之十五%的攻擊條 也不會那麼難打 就是會多一點點的 前面兩個小怪還是很好打的 但是到王關之後 因為王關有一個無法控制的火猴 跟水精靈的剋鼠封仙女二次覺醒 所以會比較難控攻條 加上那個王是水爹 那因為如果是水爹的話 火哥又是剋鼠 只要他不能爆擊 二技不能爆擊的話 其實傷害量會差非常非常的多啦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要控場已經很難了 那再加上那個我們的輸出慢 等於說我們會把整個戰線拉得太長 就會很不好打 所以這邊我就直接選擇一星通關就好 我就連那個15%的攻擊條都不要有 反正我只要我只求20星而已 所以要缺了這些星星就往後補就好了 那更不要提另外一個是免疫技能冷卻喔 這完全是惡意 因為水跌如果你不能冷卻他的技能的話呢 欸對他會有什麼他的被動機會復活炸你 那如果正常的狀況下想要通關的話 一定是先使用火衣把這個火候被動打掉 把他們收掉之後留下水爹 然後利用家防類型的角色 或者是像水狼人這種有抗暴盾的角色喔 去擋住水爹復活炸的那一下 因為水爹復活炸的那一下喔 他是復活 所以他身上不會掛任何的降攻衛命中什麼的 他就是他能打多少就會打多少 所以這時候就只能靠著我方自身去 增加這種防禦力增加抗暴能力 然後來收頭 好啦那第一關已經在談話之間通過了 因為其實我們只要可以退條啦 可以正常冷卻的話 其實正常的關卡也都是要疫情通關都不會太困難 所以我們就正常的 特特的把這個前面兩小關收掉就好 那這邊一樣啊我們就先收掉這個 風旋情術士喔 那風旋情術士值得一提啊他只要被打就會發動他的被動技能 他的被動技能就是你只要每一次動 就會被扣5%的這個血量 有一點點的煩 那記得喔這邊水殺彈一定會打我們的火格 而風旋情一定會打我們的水精靈 在前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水殺彈啊他只要我們有降攻什麼 水殺彈第一個好控制 因為水精靈屬性的關係 那第二個呢就是他的二技能是殘血的時候會無視部分防禦 可是第一個我們有把冷卻勾掉了 那第二點呢是因為我們會這個 我們一開始不會打他所以他也不會殘血 那水殺彈基本上在開場就不會給火格造成太大的困擾 只要有降到攻就可以了 所以優先先把風旋情術士收掉 那只要風旋情術士收個一兩隻之後 其實後面就很好打了 因為水精靈就不會有什麼壓力了 然後最後就直接收掉水殺彈就好 記得水殺彈他的被動技能喔 是只要每動了12回合之後就會復活 那他剛復活的時候會殘血補滿攻條 但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已經冷卻過他的技能了 所以他就算剛復活也是不能使用二技 所以不用擔心火格會瞬間被秒掉 那最好的狀況還是同時把這兩隻一起收掉會比較好 就把兩隻控到殘血 進入王關之後就稍微小心一點啦 我們就穩穩的啦 控住就好 我們就控住 用水精的二技去控攻條 然後光卡霧格 因為現在我們沒有勾任何的 這個 被打就會提條的這個 通關條件 所以我們的光卡霧格 就乖乖的去打攻擊條 記得我們這個隊伍啊 暗翼變的一技 光犬神的一技跟光卡霧格都能退條 所以當你發現有哪隻角色快要動的時候 你們都可以使用他們的這些技能去退這個攻擊條 那這個風仙女有一點點煩的地方是他會補血 那不用太在意 就是慢慢打就好 那有降攻就要放降攻 這個地方喔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的是誰 是火犬神 火犬神 不是火犬神啊 火猴子 因為火猴會 他的這個被動會疊攻擊喔 只要被他疊起來 他基本上他一下爆擊是可以秒掉我們任何一個角色的 所以火猴是優先要控的 而第二順位才會是這個水爹跟風仙女喔 然後水精靈的2技能丟就丟 不要去扣技 因為你不知道下一次被這個風仙女打可能就會被暈倒 你一不小心沒有用到可能就會翻車 所以不要特別的去留這個技能啦 就能用就用不要貪心 基本上就可以很順利的通關 一星通關而已 我們就搶20星 好啦 那我們的下一關呢是這個水瓦喔 那第八樓 第八樓這個三金通關條件喔 是有這個爆擊傷害200% 以及每段攻擊會反傷3000點 那這反傷關卡喔 其實如果可以的話可以使用風爹啦 或者是一些遊戲CD的角色 然後搭配無敵去通關 因為但是要考慮到最後面有那隻水瓦 所以其實會有一點點辛苦啦 那我最後決定啦 我就不打反傷了 但是有爆傷 爆傷到100%我只要不要被摸到就好了嘛 欸對! 注意重點了 只要不要被摸到 既然我們都已經沒有要被摸到了 我的隊伍裡面就不帶任何的補血角色了 那我就直接全控場 全控場去通關 所以我把這個火格跟我們的光泉神通通拿下來了 我們換上了提攻擊條的火星 以及另外一個退條的角色 風速士 那靠著風速士他的三技能喔 除了可以退條以外 還能順便洗CD 雖然說火星是水瓦的剋屬 在爆擊提條上面可能沒那麼好用 但在前面的關卡都非常好用 那因為使用了火星所以在打王冠的時候會有一點點小小的技巧 那前面因為我們用的是純控隊伍 所以真的沒有太多的技巧 就是控到底就對了 對控到底就可以過關了 注意 因為爆擊會有200%的傷害 所以我們不能被摸到 基本上我們被摸到任何一下 只要對面爆擊就是下一場 那前面就這樣子啊 甚至大家可以注意到我已經不已經在自動了 當然在過關前要稍微換成手動 就是洗一下CD 那其實這個就是直接自動就好 因為這個隊伍我們有雙控 我們的這個水精靈跟我們的風速是 都有雙控技能 那都是一瞬間就可以把對面控到公條等於0的 然後我們還有水精靈喔 3技能可以直接動住不許走 那稍微洗一下CD進入下一關之後 這邊最好的選擇啦 其實是稍微調一下攻擊條 讓我們的暗翼變先動 先緩速之後水精靈才能用他的2技能去退公條 那如果水精靈先動的話 會稍微的有一點點危險 真的會有一點點危險 因為這個火猴如果沒有辦法控住的話 他隨便敲 真的他隨便敲我們一下這個風 我們的這個風速是喔 隨便敲一下就會直接登出了 所以這個地方 如果你想要完全沒有任何的意外的話 就是把水精靈的速度調到暗翼變後面 讓暗翼變先用3技緩完速 然後讓水精靈2技退完之後 就進入我們的節奏了 那沒有意外 因為火猴無法控制 所以一定是先把火猴收掉 破防集中收掉一隻阿 基本上收掉兩隻火猴 這關就已經穩定過關了 那沒有其他的技巧 那主力輸出就是火吸 甚至浮門允許的狀況下 大家可以把火吸的4號直接換成爆傷 只要擺爆只要能體調就好了 換成爆傷會再快一點點 那這邊只要把火猴收掉之後 剩下水馬就沒有任何的難度 而且因為我們有冷卻 水馬也不可能變成人形態去開免疫 那就可以穩定的過關了 那爆傷加200真的會讓我們的火吸傷害量 變得比較高 不對不是比較高 是高很多 基本上第二小關也就這樣就可以順利通關 那我們就可以準備迎接我們的王關了 那必須先提醒各位一點啦 王關可能會打非常非常的久 而且不能自動 因為自動的話就有機會翻車 我曾經不小心啦 就對自己太自信就直接開一下自動 然後回來看 卡哭啊 水馬血還是滿的 就直接 對 再來一場 我的這個Uber快來了 好啦 那我們就來看王關囉 王關啊 除了水馬以外 其他都是暗屬性的暗德跟暗希 這邊 這邊會選擇先把暗德收掉 因為暗德的被動技能會補血喔 基本上這種地獄關卡 每一次補血都是補的量都會非常非常的大量 那這就是會 就會讓我們收不掉王 所以我們沒辦法直接 就是 瞄準王再收 所以我們就先把暗德收掉 先讓他不能補血就好 那暗希這邊喔 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 不要 你的關卡誤格不要沒事去破防他喔 為什麼 因為這點很重要 因為如果沒事去破防暗希 他被打就會變痛 他如果變痛他就會死掉 對呀 他聽起來說 哇靠 你到底在說什麼廢話 他會死 他會死就會死啊 沒有沒有 重點是他會死的話 等一下我們的火希 就沒有人可以暴擊了 因為我們這隊啊 火希是提條角 如果讓火希去打水瓦 就不一定會暴擊 不一定會暴擊 攻條變得比較慢 就有可能控不住水瓦 在暴率兩倍的情況下呢 不對暴率200%的狀況下呢 基本上水瓦就是一下一隻 對真的是一下一隻 那這個地方就是先把暗德收完之後呢 剩下的四隻全力的打水瓦 然後火希就是一技一直去打暗希就好 然後光卡霧格真的不要不小心點到暗希 你點到暗希你就不要管他 你就點另外一隻 對就是 不是你就繼續點水瓦 然後那隻被點到的暗希 你就暫時不要管他 就是不然他血會扣的比較快 基本上會剛剛好 會剛剛好兩隻暗希的血量 你磨到完會剛好可以把水瓦打死 所以就這樣子一直磨 對大家可以看到這邊就是已經直接加速了 這邊直接5倍速再加速 就可以順利通關了 那稍微提一點點小小 再其他另外一個小技巧 火希有時候也可以稍微加減去打水瓦 只要水瓦的弓條夠低的話 你可以打一下就加速一點輸出 然後這個風速式他的三技能會把這個弓條直接歸零 所以也可以抓一點點這個時間點 讓風速式的三技能有最大價值 那記得風速式的二技是很不靠譜的 所以如果你是打算要用二技去退條的話 你必須要預留下一個步驟 就是有可能他沒有退到條 沒有退到條水瓦就有可能會蹦你一下 就直接登出 所以風速式能信任的是三技能 他的二技能盡量不能信任 最能信任的還是在有緩速情況下的水瓦被水晶靈二技打掉 但是因為水瓦的被動會一直解狀態 所以其實很少時候是水瓦身上會剛好掛著緩速的 那基本上這邊就這樣子無限循環 會打得有點久 這邊我關王關就打了快20分鐘 也會打得有點久 不過就重複同一個動作就可以過關 那基本上我們就可以二星通關這個水瓦了 那到這邊目前為止 如果大家是跟著這個進度的話 就總共累積19顆星星了 最後一關第九層 只要在哪一顆星我們就可以拿到這個月的傳說卷了 那基本上就是地獄塔的第七層跟第八層的通關方式 那如果你前一層第七層是二星通關 就是你把攻擊條勾起來的話 那你到這邊這個月也就算是獎勵已經畢業了 後面就剩下這個紅寶石跟神秘卷的部分 好啦那以上就是這一次這個月的地獄塔第七層跟第八層 也預祝大家都能順利通關 最後呢就給大家稍微看一下我所使用的這些魔靈的符文素質 那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基本上大部分的符文素質也都跟我前面幾部影片都沒有差距太多啦 那都是做一個參考的部分 那第一個是水精靈呢就是暴走 那裝集中是為了讓他命中要求比較低一點 那火星我帶的是這次選版級的 就大家也可以選擇裝一套迅速的或者是激怒的 那就是增加一點這個火星的輸出 讓他在第八關的時候可以過一半快一點 然後風速師呢我也使用一套暴走跟集中喔 那因為風速師的三技能呢 會這個...他可以洗CD 所以暴走對他來講是非常有用的 那命中呢就是會讓他的二三技能有效的退到條 再來是我們的這個光卡烏格 對大家應該有看到膩的數值了 就是暴走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這個火格跟暗翼變 暗翼變同樣的也是那套暴走 就從來都沒有變過 對阿 好啦好啦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這部影片阿 那也就是... 再預祝一次大家可以順利通關喔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我們下一部影片就會把第九層給一次通關 那就可以拿完這個二十星獎勵囉 那我們就...大家再見 掰掰